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现在是英国时间12月6日下午4点半,欢迎收听新闻传送,我是黄俊燕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立法会选举还有两周举行,香港政府对白票问题大为紧张 海外传媒的报道也触动香港官员神经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为继组前去讯彭博,反驳有关评论批评立法会选举制度 日前又去讯《华尔加日报》抗议有关选举言论失实,并且保留採取必要行动权利 《华尔加日报》上月29日社论评论香港立法会选举,题为HKs vote or else 香港政府叫人投票,否则,华杯葛和投白票是香港人表达政见的最后途径之一 内文又提到,香港政府日前通緝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前区议员邱文俊 说两人食鹰线或他人在立法会选举投白票或不投票是违反选举条例 另外又指出,2019年区议会选举,香港人已破纪录投票 以支持民主派候选人方式羞辱中共,最终港府压后2020年9月立法会选举 而中国政府亦对香港实施新的选举制度,要求所有候选人获共产党批准和宣誓效忠 背葛选举或投白票,会是香港人最后方式去表达政治立场 曾国卫12月1日去信反驳,说有关言论有事实上不准确,但没有根据假设 说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压后是因为疫情对公众构成威胁,并非因为区议会选举结果 对于石论认为,北京实施新的选举规则要求所有候选人需要得到中共的预先批准 曾国卫表示完全失神 过去信中特别提到,石论自出杯葛和投白票是香港人表达政见的最后途径之一,表示震惊 并进一步指出根据条例,公开煽动他人不投票或投废票 不良行为在香港或境外作出都属于刑事罪行 文末就以港府保留在处必要行动的权利作结 曾国卫并非首次去信传媒批评有关言论 他在上个月中去信彭博,说有关网站刊登的专栏文章 批评香港立法会选举受操控,斥责文章双重标准 中国政府对立法会选举极为关注 中国公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重申 外国者自说并非教称一息,并不是单声道 强调香港选举是中国内政 夏宝龙以视像形式出席团结香港基金会旗下活动 并发表演说,多次提到香港和中国物不可分 香港有最坚强后盾,又回到祖国母亲怀抱 香港人和中国人血脈相连 他特别提到新选举制度有广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 强调并非教称一息,形容是五光十色 体现开放和包容性更能反映民意 又说高兴港区国安法顺利实施 他表明香港实施什么选举制度在中国内政 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 认为国际上有些人罔顾事实 但事抹黑香港选举制度是暴露无知、傲慢和偏见 无资格做教师爷 又说勾结外部势力的繁中联港分子 最终会被钉在历史的肢肉柱上 并且受到应有的惩罚 夏宝龙对香港选举表达关注后 港府官员纷纷为他立喊助威 并且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赞文说 新一届立法会将会是有建设性的议会 过去因政治攬炒而导致立法会不断拉布空转 秩序受到破坏 立法归促和阻撓特区政府施政 甚至有议员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已被起诉等乱象将不会再出现 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 应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所指 外部势力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无权干涉香港选举制度 李家超严厉谴责犯法后逃到外地 继续充当外国代理人 对香港选举作抹黑和违法呼吁的叛徒和懦夫 特区政府必定会依法追究到底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Facebook发文说 相信日后组成的立法会 可以更平衡地照顾香港整体利益 更好解决香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 社会所累积的深层问题 两人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冬季奥运会下年2月在中国北京举行 不过由燃点性火仪式开始的示威 去到中国女子网球手彭帅Midu事件 国际外交杯葛北京冬季的呼声月吹高涨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 美国今星期内会宣布外交杯葛 自10月中文文人士在希腊政府仪式示威 要求国际奥委会拒绝比中国举办今届冬奥 向种族灭绝冬奥说不 国际开始关注杯葛北京冬奥议题 11月初彭帅自爆被中国公务院前副总理张奥黎胜侵 之后怀疑被滅声 国际外委会先后力证彭帅人身安全 不过就被批评是为补商业利益牺牲彭帅安全 国际开始认真讨论外交杯葛的可能性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曾经承认正是考虑外交杯葛 而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 两党多位国会议员近日连番倡议外交抵制 借此受中国在新疆、香港等人权问题表达抗议 CNN引述消息报道说 美国政府在今星期会宣布正式外交杯葛北京冬奥 不会派任何美国官员出席 不过同样会派出运动员参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 冬奥并非搞政治show和政治操弄的舞台 美国政客在无受邀请下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 认为美方应该以奥林北克精神 严肃对待中国关切 不应该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以免影响中美在重要领域的对话合作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採取坚决反制措施 至于英国 早前有报道说英国正是积极和五眼联盟成员国 包括美国、澳洲、纽西兰和加拿大相讨杯葛 反昔说成员国会跟随美国决定一致行动 跟进彭帅MeToo事件 国陣类子网球协会WTA上周宣布停办中国所有赛事 不过宴内其他协会未有跟随做法 其中国借网球总会ITF主席David Haggerty 星期日表示 支持所有女性权利 认为需要调查彭帅所有指控的内容 将持续在幕后努力尋求解决之道 不过不停办中国赛事 因为不希望惩罚十亿人 所以将会持续在中国举办青少年和成人赛事 中国在军事上的举动也被受关注 尤其是中国在非洲的举措令国际忧虑 《华尔加日报》报道 情报显示中国有意在非洲中部建立在大西洋首个永久性军事基地 说如果属实 中国能够在美国东岸对面武装 对美国威胁已经敲响警钟 《华尔加日报》印述一个美国高层官员消息报导 说美国已经向赤道基内亚明确表示 涉及中国在该处活动的某些潜在行为 会引发国家安全忧虑 其中一个美国官员指出 中国似乎对赤道基内亚最大城市巴塔最有兴趣 目前中国已经在当地建设深水港口 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Seven Townsend 今年年初在参议院表示 中国在非洲大西洋沿岸的海军设施 会是对美国最重大威胁 涉事不单止是停靠和加油补给的地方 而是可以重新武装、补充弹药和修理南籍的港口 《华尔加日报》说 曾多次联络赤道基内亚驻华盛顿大事 不过一直未有回应 中国外交部也未就有关在非洲沿岸設立基地计划发表言论 资联会前副主席周恒彤 连同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何俊仁 早前被控一项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 周恒彤申请保释第九次被拒 需要继续还押后审 据保留8日后重新覆核保释权利 下次聆讯会在12月14日进行 洪峰透露 现时36岁的大律师周恒彤 同64岁李卓人同69岁何俊仁 被控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 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 只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即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 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 案件下年1月10日再次 周恒彤另外涉及煽惑他人参与今年六四集会案 上周四建案陈置 他当时说法庭不应陷入文字审讯的泥騰 说打开文字肉的大门很危险 呼吁法庭考虑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影响而慎重决定 该案下年1月4日裁决 新型变种病毒罗势洶洶 英国Omicron病例单日急增50%去到246宗 有专家说有初步迹象显示 新变种病毒的传播力强 可能会在几个星期内超越Delta 成为主要的变种病毒 英国政府坚持重启强制口罩令 和收紧入境检测规定 维持派对照旧指引被批评轻视潜在疫情 继所有入境旅客需要进行D2PCR检测后 英国政府上星期六宣布 进一步收紧入境规定 原先完成接种疫苗者 可以豁免做入境前的检测 明天起所有旅客入境前 都需要出示阴性检测证明 由专家批评做法已无保于是 已是太迟 无法产生大变化 约翰逊不认同说法 英国是首个采取果断措施 应对Omicron的国家 立即将10个国家列入红色名单 即入境后需要隔离 又说随着Omicron在各国示弱 英国正加强防疫措施 认为目前不需要改变整体防疫指引 仍观察病毒对住院率和死亡率的影响 他又在Twitter发文说 至今已有2,000万人接种加强劑 占全国12岁以上人口大约35% 又说病毒不等人 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 昨日英国录得接近44,000宗确诊 受到成本上升和各类短缺持续影响 英国工业总会CBI 下调对今明2年英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分别是6.9%和5.1% 比6月份预测下调分别1.3%和1% 该会又提到Omicron的疫情爆发 或会进一步拖慢经济复苏 另外意大利政府收紧防疫措施 要求进入指定地点的民众 必须出示绿色通行症健康证明 而是已接种新冠疫苗 确诊后康复或持有48小时内阴性检测证明 绿色通行症适用范围包括餐厅、博物馆、劇院、大型体育活动、 酒店和公共交通工具等 新造师今天生效到下个月中 为例者将被罚款400欧元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被裁定煽动罪 及违反防疫规定罪罪 被判监4年 76岁的昂山素姬在今年2月1日 军方发动政变夺权后一直被抗压 先后被控违反防疫规定 无牌持有对港机 违反官方、保密法 及反腐败法等罪名 面临长达数十年监禁 其律师曾经形容这些案件是荒谬 缅甸军政府发言人说 昂山素姬违反两项控罪 各被判监两年分级执行 借于前总统温敏 先动罪及违反防疫规定罪罪 被判监4年 案件的诉讼过程并不透明 昂山素姬被闭门受审 观察员不得内进 其律师亦被禁止与记者交谈 昂山素姬至2月以来 一直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地方 目前亦不清楚是否会在监狱服刑 还是被软禁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言人透露 温敏和昂山素姬暂时不会被移送监狱 不过并没有透露两人现时身处地点 外界相信两人仍在首都内比都 等候其他控罪的审讯 国际特资组织不满今次裁决 形容是一次重罰 令缅甸的自由被阻碍 转发体育消息 英朝陆续迎来快车 曼城一个星期内 连营阿士东维拉和屈福特 升上积分榜头位 不过就只是领先第二的利物浦1分 金轮最伤一定是车路士 一场6分球 头45分钟仍领先韦斯咸2比1 全场倒输2比3 由榜首跌到第三 不过仍仍拿着韦斯咸6分 三日内两度出战热刺 接连击拜奔福特和洛维治 压过不伦敦死敌阿仙奴升上第五位 而曼联亦爬过冰工厂升到第六 红魔鬼分别由已离任的卡维克 以及新上任的蓝力克大领 先二3比2反胜阿仙奴 再由菲特一战定江山 小胜水晶攻1比0 阿士东维拉在借拉特的领军下 4场赢3场后 终于出现在即分榜头半板 纽卡素亦打败今季五大联赛唯一不胜宿命 靠哥林威尔逊的入球 主场赢搬来1比0 踢到第15轮终于开债 不过继续伸陷降半距 风暴Bara将会吹袭英国和爱尔兰 将会有大风和落雪 下一股风暴将至 不过受到风暴阿仑上月底吹袭 至今大约1,600户还未恢复电力 有居民说已经连续10晚没有中央供暖系统 说已经失去希望 对政府反应缓慢感到极为不满 对于有过千户仍然没有电力供应 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大臣关号停话 完全不能接受 工党就指责如果东南部受到影响 相信政府才会认真应对 Bara是今年冬天第二个被命名的风暴 至于风暴如何命名 2015年开始公众可以提交建议 每年9月都会公布名单 按照字母顺序列出 不过就不会有Q、U、X、Y、Z字头的命名 而今年潜在风暴的名字包括Eunice、Alwyn、Virgil和Ruby等等 看看天气 一个低压区会正面影响英国和爱尔兰 明天下午开始 爱尔兰西岸、威尔斯和英格兰西南沿岸风势颇大 稍后东岸地区包括厄巴甸吹强风 苏格兰、英格兰北部和威尔斯高地有雪 伦敦第八二气温0-8度 碧仙图2-9度 卡蒂夫城3-9度 曼洁斯特0-4度 爱丁堡2-4度 布尔法斯特0-6度 新闻传送到这里,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